在彼岸的主路上 现在车辆比较少 人也比较少一些 政府号召人在家里自我隔离 但是效果不太文气 虽然是疫情严重 但是人民还得生活 而且他现在不能去强制管理 也没有这样的手段和能力 所以现在看到路边还是很多卖水果 口罩倒是戴起来了 面罩 你看卖这个柚子的面罩也戴起来了 这比以前进步了好多 卖柚子新鲜的柚子又到了季节 因为这是一个菜市场加宵夜的地方 夜市 十街的感觉 所以他人还是好多 但口罩暂时看都戴起来了 卖鲜花 猪杂 牛杂 缅甸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小吃 就是猪杂和牛杂 广东人也特别喜欢吃牛杂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你们喜欢吃这样的牛杂吗 和猪杂 鲜花 鲜花很多 因为他这个季节 世纪都比较好 所以世纪随时都有新鲜的鲜花 缅甸人又有拜佛的传统 所以他们会经常买鲜花 所以生意还是蛮好 这儿暂时看跟疫情前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位置 因为这是在山腔的附近 很多居民也住在附近 卖鱼的和鸡蛋 鸡蛋价格160 170 到今天价格 这是有人在做好事 一个人限购10个50免币就卖了 所以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留言 这样的鸡蛋 你们觉得价格贵吗 卖菠萝的 波罗应该700 500 700免币 波罗这个价格 你们觉得贵吗 可以留言给菲伯乐 其实今年降的很厉害 真不怕 缅甸人对这个病毒没那么害怕 你看这个吃饭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这个对疫情的传播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佛教国家面对死亡 面对这些疫情 对面来了救护车 面对这些天灾人祸 好像更释然一些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紧张 就我们传统叫佛系 真的跟宗教是有关系的 这是要在其他地方 不得都被抓起来 都被隔离了 你可以说他不听话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佛教国家 有他自己的一套道德 和一套宗教的管束 所以 在这种 动荡加疫情的情况下 还是井然有序 没有发现像南非那种 零元购的现象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很多人 没有关注到的 路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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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这条路啊 是主路也相当于 这旁边的商店 都是针对年轻人卖的 平时都是人山人海 生意新闻 现在大家看一看都关门了 这是一个疫情之后的一个深远的影像 加氧气每天的主旋律 现在还是比较紧张 确诊6701个 新增死亡319例 土办法 加氧 运氧气车 这是很多得到救治痊愈的 今天出院的人 是在毛胆棉 这是一个 遗孤院 确诊了 然后全体在检测 难受啊 这是著名的主持人 挂黄旗 寻求帮助 通过挂旗的数量 感觉确诊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需要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在这儿呢 这是驱往天堂之路 驱往天堂 通过船 汽车没有 摩托车来拉 驱往天堂 这也是今天比较幽默的照片 路边就 快闪 每天的快闪 每天的逼选节目 一早就开始 到晚上 雨中 乡下 农民 学生 稻田 缅甸的天涯海角 市区 雨中 摩托车队 泥硬的路上 学生 菜市场 生人 全民结兵 下午五点左右 每天晚上八点的 逼选节目 做好事 做好事的人 所以缅甸市有希望的 大家看一下 得到了救助 小女孩 感谢她们 女孩 Clean 仰光 女汉子 开心了 得到了 Clean 仰光 无助的眼神 因为进入雨季了 现在洪水比较多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 进入洪水区域 来救助他们 缅甸是有希望 有未来的 飞哥缅甸说 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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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